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颗月季 我这颗月季现在这个花已经开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养护 才能让它第二次开花快 而且长笋牙又多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给它做修剪 把这些脏花给它剪掉 修剪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把顶端的这三片叶一张的 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还有这一朵花也给它剪了 那么我们修剪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做第二步的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紧给它补足肥 因为月季它比较洗肥 同时我们给它补肥的时候 要松松涂 像表层这种涂 我们尽可能的松的深一点 那么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给它补充这种鸡粪 这种发酵的鸡粪 因为现在的气温开始慢慢的下降 我们给它补充这种有机肥鸡粪的话 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温度 因为这种有机肥的鸡粪呢 它的热量比较高 可以保证盆内的温度不下降 而且这种鸡粪呢 它是经过发酵的 没有什么异味 也是经过做成颗粒状的 使用起来也方便 而且它的肥效比较强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埋在独阳的表层 我们给它补好肥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 来养护 给它多晒晒太阳 这样的话很快它就会长第一波芽出来 继续的开花 好了 这一期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